要頒發的這個獎項是Z世代最受歡迎社群藝人獎 那我覺得當初有可能因為 不管他在各個方面的權勢跟努力 真的是所有的Z世代四年輕人就對了 對吧 他們是用長輩的心情在喜歡這個藝人 恭喜曾志強 來 台上請 先請曾志強跟我們分享一下得獎感 好 首先謝謝主辦單位 還有所有投票給我的支持者 因為主辦單位告訴我這個獎不是內定的 是真的投票的 所以對我來講這個獎在我心中是有份量的 因為我在這四五年來真的投資了蠻多的心思 在經營我的社群媒體 然後這四五年來如同剛剛分享的 其實蠻孤單的 因為很多人或者媒體啊或家人朋友 都會問我說 你不好好演戲不好好唱歌 你玩IG玩那麼認真幹嘛 對 你玩臉書玩那麼認真 我就想說 這個我其實沒有在玩 是覺得我很珍惜社群媒體這個舞台 我也想要跟所有的今天有各自各樣的創作者 有些人已經很紅了 有的人是星星剛發跡的 我真的認為不論我們出道了多久 或者有些人很幸運的紅了多久 這舞台不是為我們理所當然應該為我們存在 對 有時候那個舞台真的是要我們自己去親手打造的 對 就像我們也要講到很多的創作者分享 要謝謝你們過隨過逐流啦 你們不去迎合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對 而且如果如同剛剛我們的分享啊 你覺得你創作的路程是蠻孤單的話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恭喜你已經走在了獨一無二的路上 哇 這是好事 真的是好事 所以如果你很孤單 我們是一起的 對 而且千萬不要為了點贊率跟點閱率 如果比較少而傷心 其實沒有必要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參考點 對啊 一個檢視點 然後 大不了就花點錢買廣告 喔 不是 有些廣告不要輕易買啊 不要喔 以後你的那個探索度會被擋住 都真的 這個是自己人講一講 是 專業經營者的討論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頒獎點裡 告訴大家現實層面跟夢想層面 我們都要兼顧 那剛剛一直開始就要玩笑說 她的資深藝人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以前當藝人是有眾人拱著往上走 對 他們現在呢 其實一定有很多的追隨者是你們的粉絲 但是我們這次的這個評語 就不是只看Follow的人數 對 而是看到你們的風格是不是很一創 所以是要告訴大家 明星不是大家追求的目標 而是把你的生活獨立為的展現 才是最重要的成就 好 那今天那個風格導師呢 除了是我們的東角力學之外 沒有是兩個 你要幫我們評選 一個是穿搭跟美妝 這個部分你在評選 跟他們互動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壓力 還是想要跨界合作的感覺 就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福氣 是我當他們的評審 但我想美食界的應該更不福氣 是OZ當評審 哈哈哈哈 你們不要這樣 等一下還有更不一樣的風格導師 哦對對對 真的 像我本來想 對如果有美姿美衣的話 我就是評審好不好 對啦 大家都是不同領域的經營者 然後有機會可以一起交流 對 然後我是覺得學習到很多 尤其是當我有機會跟他們聊到天 然後一個一個去看他們的IG Youtube到底創造了什麼作品 對 就是我都會偷很多他們的招數 哈哈 對 尤其你看 像我們現在還要頒發的是美中的 然後我們在美中類 有這個Sara 有這個Alex 有這個蔥威水 然後還有這個Ginger 你看這五位 就是真的可以 我們如果哪一天 你知道出什麼樣子 新的作品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幫你擁抱妝 真的可以合作 對 就是真的有很多人 讓我覺得 很驚豔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盡心盡力的程度 有時候已經超越了 對 在線上的一些彩妝師啊等等的 是